在上一次段呢,我们讲了许多这个各种原理的测序仪的 他们的原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 没有任何一个测序仪是能够保管天下的 那么我们要自己熟悉一些比较主流的测序仪 以及它的性能,以及它的这个优势劣势 明白在什么时候,应该是任何次序仪 因为这个是很多人曾经调过的坑 一台次序仪不便宜,对不对 如果说你们想做研究,或者是你想做这个商业化 但是却买了不合适的次序仪,结果就非常悲剧了 那比方说,曾经在台湾,大概在12年到14年左右 很多的商业化的公司去买了IronTorrent的机器 他们看中的是什么?看中的是IronTorrent的这个机器它特别快 对吧?因为原来不用光的那种 很快,当时Illumina的机器,跑一个双分100的这种测序需要两个星期 但是IronTorrent测400BP的这个,它只能单端 单端400的话,它只需要十几个小时 所以呢,这些公司,一般来讲公司的话呢,它首先考虑的都是医学市场 医疗市场,这个市场的利润比较大 结果呢,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去台湾看一下 台湾的测序产业基本上就是零 这些公司,没有一个做起来的 就算是新闻上偶尔是有那么一两个,那也基本上都会吹出来的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做出来,做起来的 为什么?就是被这个选型所拖累的 在精准医学,尤其在12年的14年那个时候 精准医学上了 不发了 并没有被市场所接受 而且呢,科研的 背景信息,积累的积累小孩的背景信息 也十分有限的情况之下 贸然的上车去 实际上是对患者 的不负责任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很自然的 基于IonTorrent的这样的设备 它就不会被市场所认为 而且呢,IonTorrent 它这样的快速的程序仪 它的实际成本是比较高的 它的单位数据量的成本 大概是一公里的十倍左右 所以 对于科研大量的科研用户而言 它并不在乎多等两三个星期 但是它希望 因为科研机并不多 所以它希望能够便宜一些 到这个时候IonTorrent 我完全不看完 这个时候最合适的 是通量高 单位成本低 的 Illumina 这样的设备 所以说 如果是你选型选错了 那么 你的这个 那么 那么你现在机器就用不起来 用不起来呢 在商业化的公司很可能意味着 你这个公司就会延远 就会延远一期 甚至会倒闭 那么就算是国有的 国有单位 你看这个 大家可以去周围的医院看一下 广州市 我不说远 广州市的所有三角医院 全部都装备有设备 基本上装备的也是IonTorrent 用在医院里面嘛 自然想到的是医疗应用 为主 然后快一点 他们买了设备 然后放在那里全都在接会 他们不再花钱了 对不对 国家给钱 花了又花了 而且他们也非常有钱 做研究也可以砸得起钱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用起来这个设备 为什么 因为分析问题 因为分析问题 IonTorrent 它的错误 主要是以Intel的程序 产生 而大家知道 Intel在序列分析里面 永远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传统的算法很难应对 所以 他们即便是测出来的数据 也没有办法分析 所以你看 选择特区仪还是很重要的 它的各种特性 以及你后面有没有能力去处理它 那是很重要的考量 那么这个后面我们在讲算法的时候 还会给大家继续讲到 那好 所以说大家 一定要去把这样些问题要搞清楚 因为以后你们很可能也会设计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一个研究 我的一个应用 要采用哪种测试仪 好 不管哪种测试仪 现在呢 你像这个 乙伦运的测试仪和华大的VGIC 这种大型测试仪都可以做到很低的成本下 测定多个人基因组了 那么 一个人基因组的测序成本 从2001年人类基因组计划草图完成之时 一直到现在 这个是美国NNH 它的一个图表 显示了 测定一个人基因组 2001年的时候 需要100个Million 就是多少 一亿美元 至少是一亿美元 这个量力上 然后 随着测试技术的发展 逐渐逐渐的往下掉 逐渐逐渐的往下掉 那么我们看 这个白线是著名的摩尔经理 也是电子业发展的一个用力 每18个月 芯片的性能提高 一倍 价格降低一倍 那么直到现在 电子业基本上还是根据摩尔经理来发展 虽然现在呢 像英特尔的CPU 它的性能提升 是有所放缓的 但是这个趋势还是在的 那我们来看 在早年的时候 2001年 一直到2007年的时候 测定一个人的基因组的价格 是在我们不下降 基本上与摩尔定律是同步的 直到2007年的时候 突然开始 飞速的降低 那么这个 转折点是从哪里开始呢 其实是并不是在我们上次 上次课所讲和测试仪里面 它是AB公司的 Solid系统 出现 使得这个成本 开始快速下降 随后呢 就是测试仪里面 然后到 2015年的时候 又开始 再次 有一个飞跃式的下降 那么这个 这个阶段的 这个飞跃的 主要的贡献 就是宇宙美兰公司的 还是X10 也就是说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重坐标 是降到了 1000美元的成本 这里只讲 这个世纪 耗材的成本 不讲其他的 任何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想要测试一个 基因组 或者说至少对数据 已经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 然后呢 因为它是 现在所有的这种 无论是二代 三代设计 全部都是 平行的 测试很多DNA小片段 无论哪种测试 最后出来 都是有着 无数的这种reads 一条一条的 这个 DNA短序列的信息 它的信息 那么这个 这个 大家看到的这个数据题呢 这个是我第一个 我这辈子第一个 成功测去的数据题 是大山凯军的MMA 我们当时的测试仪呢 还是比较落后的 是 当时呢 我一次实验拿到了 29兆reads 29 million 这个是在2009年的时候 拿到29兆reads 然后每个reads 有36个信息 这是独藏36 这是当时用于呢 GA2测试仪 比较老的一个测试仪了 然而即便是这么老的测试仪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量也是 非常庞大的 对吧 29兆reads 就是2900万 这个文件呢 是3.1G 大小 这个数据集 在现在看来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数据集 那我们实验室 文件服务器 从回国的时候开始 第一 它文件服务器 它的组存数币链 容量是9T 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 基本上就慢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文件服务器的 主存数容量 是 达到了150T 那么现在已经被塞 也差不多了 所以说你看到 那我们 产生数据的 速度是非常快 那现在像这样的数据 像以前像这种数据集 现在根本不是一提 所以说我们 遇到了 面临的是 越来越海量的 这个测试的数据 那么 你怎么样去 有效的去处理 这么庞大的数据集呢 但事实上 问这样一个问题 并不恰当 测试仪它只是个工具 它能够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 你怎么去处理数据 是由你的目的 你的研究目的 所决定的 那么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些怪兽级的测试仪 现在究竟能够给你带来 在测试界有两大的应用类别 一类呢 是没有参考基因组的 那么 我们这一类呢 应用 基本上呢 我们把它称为 genovo assemble 就是从头组装 当你 然后说 我们测基因组了 当 人的基因组 还没有被测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首先要有一个参考区域 对吧 这个时候没有人告诉你 没有人知道 它的序列是什么样 所以你必须从大量的数据 里面去组装出来 如果说是有参考基因组 比如说现在人的基因组 已经测定了 小组的基因组 已经测定了 那么如果你在做人的 这个 相关的研究的话呢 没有特别的 需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有参考基因组 那么这个时候 是 嗯 这一类的 应用 是Magnetic 也就是说 重测序性子的研究 我们把测出来的序列 和参考序列 已经比对 比对完成之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要测的这个东西 和参考序列之间 有什么样的差异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用大规模测序去 组装基因组 最被人所知的 尤其在中国最被人所知的 是从2010年初 华大基因 发布 大熊猫基因组 这个时候使得 华大基因 变成家业库小公司 就是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其实测熊猫的基因组 有什么用啊 大家谁想吃熊猫肉 还是想把它改良一下 还是说熊猫跟人很像 熊猫得了一些病 人也会得 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一下熊猫 其实都不是 其实呢 纯粹 大家看到 这就是 纯科学的 魅力 或者弹虫之处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测大熊猫的基因组 并没有什么用 纯粹就是测的好玩 但是它确实是非常 有标志性的用 因为大熊猫是中国的象征 对吧 所以说 测出来也是蛮好的 测出来也蛮好的 好 那么 大熊猫的基因组 原来并没有 并不为人所知 没有人测过 那我们怎么测呢 我们把大熊猫的基因组提出来 基因组提取 这很容易 现在一个设计合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打成小片段 拿大熊猫出去 测出很多序列 很多短的序列 理论上 只要我测的够 够多 够多 我就一定能够 找出来那些 rease和rease之间重叠的部分 重叠的部分 然后把它堆起来 堆起来 堆起来 这样子我就可以把这样一些很短的序列 给拼成一个较长的序列 对不对 理论上我就可以把这个基因组给拼出来 理论是理论 时间是时间 没那么简单的事 因为测试存在错误 基因组里面存在大悦 这个重复序列 是很难往后面拼准的 但是 ok 好歹是比测试要强多了 我组装效果可以有好有差 但是我起码组装 我比那一大堆散的rease 还是要好得多了 好 那么 基本的原理就这么简单 就是找重叠段 然后堆rease 各种不同的算法 如果这个讲下去的话 那可能两学期都不够了 基本的算法 有好几大堆 那么他们的目标其实都一个 就是找重叠段 把他们拼起来 把他们堆起来 然后 然后往后拼 好 那么 刚才不是说这个测试大型猫筋 没什么用吗 但是可以解答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往往是解答一些小孩提出来的问题 也是最困难的 那么其中一个问题 我相信可能在座很多同学都问过 小时候都问过 熊猫 它为什么不吃肉 那么 确实它是吃肉的 如果是它饿极了 然后它只有肉可以吃的时候 它就会去吃肉 但是如果你把一把竹子和肉 同时放在它面前 它一定是竹子 那么大家知道 在分类学上面 熊猫 应该叫猫熊 对吧 大猫熊 它是熊 不是猫 对吧 它是熊 你看熊很近的 然后它还跟狗很近 你看熊和狗都吃肉 对不对 肉包是拉狗有去无回吗 对吧 为什么熊猫不吃肉 因为 它有一个T1O1这样的一个基因 中间是有一个Fremeship 它发生这样的突变 那么这个基因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与这个味觉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 这个基因发生了一个 移框突变之后 它的方面 氨基酸血液都变了 对不对 所以蛋白质的功能是上升 上升了之后 这个基因它会影响熊猫的味觉 使得它觉得竹子更好吃一些 肉不好吃 那它饿极了没办法 它会吃肉 然后 第二个问题 熊猫在中国上很稀少了 尤其是以前很稀少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生态学上都知道有一个定律 就是在一个种群的数量 低于一定的值的时候 这个种群将不可避免的狗状灭亡 因为 它的这个遗传多样性已经丧失了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 大家都是近亲的话 不停的近亲结婚 这小孩就这个 先天问题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了 最后就 它丧失了这个竞争力了 于是整个种群就会被 就灭绝了 一般来讲的话 像鸟类啊 这样的一些 生母 它的 总群数量低于3000之后 几乎 就不再恢复了 那么熊猫 会不会 也有这样的问题呢 然后呢 也有人分析了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中文叫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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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这个 变异度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话 也就是说 它在较小的种群的 数量之下 就能够维持足够的 遗传多样性 持的这个种群 不至于面貌 所以 即便是不特别去保护 你只要不去再杀熊猫 不去不杀熊猫的话呢 熊猫的种群 会自然的保持下去 甚至还会逐渐的增加 所以大家可以 放心 这个熊猫的 咱们 中国这个熊猫的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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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还是可以一直用下去的 好了 现在假说 假如说 你现在要研究一个新的物种 没有被测过基因组的物种 你打算开始测了 是不是 就是说 我准备好色群衣 我准备好衣服 一大笔钱 然后把基因组打断了 丢进去一测 测出来之后 就 行了呢 没那么简单 当你真正的想要去 想要去测一个基因组的时候 你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功课 首先 你需要知道你要带测物种的核型 Carry type 这个核型 它有几次多样的染色品 每个染色品 大概多长 那这个对拼接来讲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产品 我到底是要把这样的一些 瑞子向怎么拼呢 瑞子测定的时候会有些错误 那么 我拼不起来的时候 它是属于两个染色体 那本来就不应该把它拼在一起 对不对 如果是两个染色体的话 那不应该把它拼在一起 但是如果是一个染色体的话 那我应该把它拼在一起 我得想办法就做 所以说这个核型是很重要的 还有 这个是几倍体 像人 二倍体 对吧 这个人的性染体 X Y 如果是你的男性样品 X和Y是一倍的 如果是女性的话 XX 那是两倍体 这样还是两倍 那像小麦 小麦是一元六倍体 那你在数据处理上面 显然是需要有额外的考虑的 对吧 尤其是植物方面 这个奇奇怪怪的 多少倍体都会有的 然后呢 你要确定 基因组的大致的大小 这个与你的处理的 与你的策略 算法 以及你准备了投入的成本 是职业相关的 后面我们会慢慢讲到 大概的大小 你是测一个器群的金主 就是几兆大小 还是说你想测一个人的金主 3G 这么大 还是你想测一个小麦的金主 17G 那大家不要小盼植物哦 植物的金主往往大的恐怖 烟草4.5G 小麦17G 这都是比人还大的金主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植物的金主 经常会很大 维持一个很大的金主是困难的 对吧 你要保证它不出错呀 你要复制它 你看你是不是要需要花 每一个简介区需要花一份能量呢 为什么植物金主那么大 大家猜猜 猜一下 根据大家的这个 常识去猜一下 植物跟动物有啥区别啊 最大的区别 植物不能动 植物不能动是吧 一般来说 有些高等植物 它生根在那儿啊 也不能动了 不能动怎么办 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啊 面对外界的这种不良的这个环境 环境刺激 面对其他的攻击 它跑不掉啊 你动物可以刺溜就跑是吧 植物它跑不掉 它只能在那儿扛着 所以它的调控能力要比动物 要更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植物的金主 往往是比这个人的金主还要大 当然了 也有的植物比较聪明一点 像这个水稻 它的这个基因组是四百兆 比人小很多 但是水稻的编码基因 就高达四万个以上 人才两万个不到 而且呢 水稻每一个 每一个基因 几乎都能编码好几个 解析变体 所以它的蛋白质组的复杂程度 是人的好几倍 甚至十倍以上 别看它就四百兆 基因组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植物研究起来的复杂程度 那就比动物要高很多 那么在你测定基因组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考虑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 这个基因组里面有多少是重复序列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测序应用网 都是要往功能研究上面走的 那么功能研究 那就是编码基因有关 对吧 什么东西编码不成蛋白质 那有什么用啊 可能用处就不那么大 大部分的那种 连RNA 连转入都转入不出来的那些区段 说实话 对于我们功能研究 你可以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那么 人的基因组里面 只有百分之二十变法基因 然后如果把那个 non-coding RNA的那些基因 也算上的话 也不超过百分之五 其他剩下百分之九十五的区域 全部都是属于重复区的 有高重复有低重复区的 而且他们是 一般情况下来讲 是几乎不会转入的 所以这部分的东西 我们 要是能不测就好了 是吧 除非你研究遗传学 那你必须都测出来 如果你不是研究遗传学 你是想 网红的大研究 事实上 你根本没有必要去测试 那么 你可以采取一些策略 去 这个水平 然后最后一个 你需要知道一些 基因标记 或者说这个基因组的 这个Landmark 地标 这个会让你的组装 有一些参照 所以说想测定的基因组之前 没那么简单的 你需要做一些功课 好 现在 我们开始测了 我们把这个金组打断 然后呢 丢到测序仪里面去测 测出了一大堆的reads 然后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们用算法去 去进行组装 算法去进行组装 但是呢 由于测序仪的本身的 性能的局限性 它有错误 错误率 什么的 所以呢 往往来讲 你不可能把一个染色体 完整的拼成一个 这里面有错误 因为错误 所造成错误拼接 有这个 重复序列 所造成的 这个 拼不了 重复序列 你都全被A 或者CAT 这样 谁知道它重复了的话 对吧 当然这个问题 可以用三代社区的方式 来得到一部分的解决了 但是 三代社区毕竟来说 还是有限的 人基因组里面 有的 比方说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卓斯利附近 在这些卓斯利附近 可以有高达 10兆的片段 几乎全部是 呃 全部是这种 简单的重复序 那这个三代社区 目前来说 它的赌场也得到 几十K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 它也是没有办法 啊 所以 目前的技术呢 还解决不了 一照以上的 这种 重复序论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 通常来讲 都是那些 不重复的序列 那些别有利益的序列 我们说这个 编码基因 这样的序列呢 所以它可以拼成 它可以拼成contigs contigs 拼出来一个contigs 这是reads 把reads拼成contig contig呢 这个目前来讲 在中文 中文里面还没有一个 呃 还没有一个官方的 一个 术语翻译 那大概它的意思呢 是拼出来 连续不断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片段 完了之后呢 这个中间会出现 出现一些gap 会出现一些空 那么空怎么去补它 这里有很多补法 所以说 为什么说我们前面要求 要求大家 要事先知道一些 这个gap landmarks 就是因为 你拼出来的contigs 可能可以根据 这样的一些mark 你这个contig 正好就包含了这个 glandmarks 然后我就知道它是 它是在二号两个体上的 哪一个 大概是在哪一个地方 你说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定位 然后呢 有可能可以 以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 锚点 然后往周围 扩展 扩展我的这个 拼接的区域 然后呢 还 拼成contigs之后 然后可以 用一些办法 做scaffolding scaffolding 是什么意思呢 scaffold 字典的话 是交付架 scaffold本身 并不进行拼接 而是 确定 用一些办法 就是这种 长的 make pair的办法 可以确定 contigs和contigs之间的相对位置 这是 这是 这个contigs和scaffold 这样两个概念 我们在后面会经常去用到它 所以这里 这个地方呢 给大家 要讲一下这个概念 然后呢 传统的 我们就说 在08年以前 大规模测序出现之前呢 人们 策定一个大型真核基因组的 这个办法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流程 这个和人类金统计划最开始的时候 或者跟大家 在教科书上面 讲的这个 一些经典的测序方案 就是差不多的 首先呢 我有代色的这个 好多染色体 对不对 染色体呢 我首先给它打成一些比较大的判断 做成一个BSE library 就是细菌人工染色体 每一个可以达到起造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规模 打成起造一个片段 起造一个片段 起造一个片段 完了之后呢 对每一个片段 每个BSE克隆的这个片段 进行大规模测序 测出来很多 短的reads 然后呢 把这些短reads给拼出来 希望能把这样一个BSE克隆的序列 都拼得很完整 好 拼呢 拼好了之后 然后 这就得到了 我们得到了一个个BSE克隆的它的完整序列 对不对 每一个是长达起造的 然后再找这些起造的片段 之间的重叠段 把它们拼起来 做sky holding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BSE pull 这样 更长的一串一串的东西 然后呢 再想办法去补控 最后呢 都连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基因组序列 这个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时候就是更干的 只不过 那个时候 这一步是用传统一带测序的办法去测的 每一个BSE克隆是用一带测序的办法 就给它测 现在有二带涉序了 就更容易一些 但是这种方法是很麻烦的 对不对 我们想 人的基因组三区 假设我们弄到三兆一段的这个BSE 理想方法之下 你也需要一千段 然后你还需要段不段之间的重叠 所以呢 怎么着你 你这个BSE克隆起码要做成几万个 才能够保证 都有足够的重叠段 几万个BSE克隆 挨个去给它测 你需要测几万次 你做几万次这个测序的实验 也是很麻烦的 能不能用更好的一些办法 更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就我们要提到 一个人叫李瑞强 这个人在测序史上面 应该来讲 应该是可以被载入史册的 这个人呢 他首次的实现了 纯用二的测序 拼接出一个大型真核基因组 至少少 听出来 他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就特别采用了 Illumina公司的测序仪的一个 当时独有的一个特点 是双端测序 把基因组DNA打上片段之后 它做好几种不同长度的这个纹库 标准的纹库呢 150到500BP的这种纹库 当时的Illumina测序仪 只能测到双端35BP 也就是说一个DNA片段 它可以从左边测35BP 从右边测35BP 至于中间是什么 他就不知道了 他就测不到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能 测序仪的 看起来很弱 对不对 他又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建150到500BP的这样一个文库 从两边可以各测35BP的简体出来 然后这个文库的大小 你在实验的时候 你是可以卡的 你是可以卡的 大概就在150左右 正部20 加零八分之内 然后还有一种 建一种Mate-Pair文库 简单的认为 就是一个比较长的片段 测它的两个 这个可以长到10K 什么的都可以 完了之后呢 先用这个短的 这个文库所测得的数据 进行拼接 拼出Scafford 然后再用这样的一个Mate-Pair的 这种长片段的双端测去 把这些Scafford 把这些Contings之间 给连接起来 给连接起来 做Scafford的同时 还能提供额外的数据量 去进行补控 然后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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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论上的一些处理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这些Scafford 之间 这些Contings之间 连接Scafford 然后 提供额外的数据量 进行补控 就像这样的一方法 它就可以得到 一个很好的联系效果 那这个是 它当时发表论文的 一个状况 最下面的这一部分 是最短的 就是150BP左右的 短的 这个纹固 大家可以看见 双端 双端测了一些 然后就堆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的 堆的数据量还是比较大 但是呢 它必须保证 每个地方 都能够给你填 都能够给你测到 所以呢 根据这样的一些 reads 拼出来的 一定是比较短碎的 一些Contings 然后这个地方 它就会 出来是一个Contings 对吧 中间空一点 然后这边 会出来是一个Contings 然后你看 这边这边这边 它是分开的 几个Contings 这是很碎的 拼出来是很碎的 很碎的 这些东西不好用的 然后呢 再用长一点的 就是400多BP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长一点的 这种双端测区的东西 把这样的一些 短碎的Contings 给连起来 你看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位置 虽然短的纹固 无法测到 但是长一些的纹固 却能够测到 所以长一些的纹固 可以提供额外的数据量 进行普通 同时把这些 Contings 给连起来 更长的 那就不说了 出现出来的效果 会越来越好 那么 去评价一下 这个 去评价一下 这个 评价的效果呢 我们主要从 N50 我们主要看 N50这个指标 N50是什么概念 你把所有的Contings 或者Scaples 从长到短 依次来进行排序 排序完之后 你就是得到了一个总长 对不对 得到总长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总长的一半的地方 对于的内阁 抗气是多长 这个叫做N50 给大家画一下 这边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呃 从长到 南京排序 然后把它点起来 就固点起来 然后呢 我拿了一个总长 对不对 就是这个总长 就是我拼出来 金骨的总长 然后在这 总长了一半的地方 我来看 这一个 抗气率 它的长度是多少 这个叫做N50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N50 这个概念 简单 这两种情况 这是我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是什么呢 我第一个就是那种很长的那种 正片 我后面一个出来 比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但是我后面全是特别碎 特别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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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长一样 那这个时候N50就很短 对不对 总长了一半吧 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看这个 这个地方 这是很短的 所以说 即便是总拼出来 金骨总长一样 那么 你的这个N50越大了 你的PG效果越好 你后面用起来就越方便 所以N50越大 证明PG效果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了 你看 就是 第一步 从135BP的文库里面 Ping Counties 覆盖度是52层 那么覆盖度是什么意思 在金主测序里面 是有覆盖度的概念的 覆盖度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我测的数据量 除以我的金主的大小 预期大小 这个叫覆盖度 那么覆盖度 越高的话 说明我同一个剪辑地方 同一个剪辑平均被测到的次数越多 所以52层的话 也就是说平均 我人金主里面 这是测人嘛 人的金主大概是3G 对不对 那么我平均每个剪辑我测52次 平均每个剪辑52次 这个意思 所以我总数据量是什么 多少 3G乘以52 对不对 也是150 6G 剪辑 那么它 平抗DX 我们看到刚才 特别短碎的那种 确实很短碎哦 N50只有1050BP 然后 进入Sca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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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了 较长的这个文库 数据之后 你看 440BP 就 得到了 17K的N50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效果 已经好了很多 对吧 然后 再加上 2.6K的 更长的这种文库 2.6K的文库 只测了五成 数据量并不大 但是 我们看见 加了这个之后 一下子又提高一个数量级 N50 再加上它6K 加上这个6K 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N50 对 虽然它的数据量很少 但是它N50 迅速的提高 那么最后 总长呢 也基本上 已经接近了 这个预期的人金 那些高层区段 还拼不出来 那是铁定的 所以这就是 用 多个 不同长度的文库 符以合适的算法 就可以 释放功倍 而在第一步 那你说 我 我有钱 但是我不想做这么多文库 我拼命的堆数据 可不可以 答案是不行 你看他们来做了个测试 就是把这个第一步的 这个135BP的 这个文库 进行 进行缩减数据量 它测了52成 对不对 然后它缩减这个数据量 下来 然后假设 只测10成 只测20成 只测30成 4成 50成 只测较小的数据量 看它的拼接效果 怎么样呢 结果证明 30成以上 拼接效果 不再增加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用一个文库 那么 你的拼接效果 狂对数据量 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的 只是浪费钱 真正想增加这个 拼接效果 你必须采用这样一些更长的文库 来进行联合拼接才可以 那么这个文章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李瑞强 作为第一作者 发表在2011年上 这篇文章 奠定了一个业内的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30成基因组 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 测一个什么物种的基因组的时候 你的测序深度 应该怎么选呢 就是30 你测到30成就够了 再多算浪费 好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